工黨議員李卓人在立法會大會提出動議 要求引用特權法委任專責委員會調查梁振英 在特首選舉期間被對首唐英年指控 在03年商業電台申請續牌時 提出以縮短牌照連期壓制新聞及表達自由 以及在23條立法過程中 講過出動防部隊或催淚彈對付示威者是否屬實 有沒有騙人 如果作為一個特首 未來特首 他在一個選舉論壇中公開說謊 公開騙市民 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誠信問題 保安局局長李兆光子有關動議 抵觸行政會議保密制 這個建議除了嚴重體衝 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度 和衝擊行政會議日後的有效運作之外 亦將虛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時間和公帑 而最後可能仍然無法得到任何確切的證據 作出任何明確的結論 最終好怕都是徒勞無功的 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就說 當局是按照法例和既定制度 處理商台續牌的申請 亦都已經試過警遷 立法會無需使用大量公帑去調查 泛民議員認為 有關的指控涉及言論和集會自由等核心價值 應該徹查 但民建聯的陳克勤反對 如果隨便破壞保密原則 公開會議記錄 行會的成員就不會互相信任 亦都不會說真話 亦都不會提出一些非主流 但中肯有價值的意見和看法 行會討論政策時只會變得越來越遍停 這是無助政府高層 從多的渠道、多角度 去討論我們的政策問題 是會打擊政府的決策能力 會議最終以18票贊成 49票反對否決動議 香港分頻電視記者 張敬志報導 請客 請客